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香港台神祖新聞報道 各位 今天2月3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 我王俊賢 俄烏局細月吹緊張 美國宣布增兵歐洲 招援沃蘭 哈利姆林公譴責美國決定 認為是破壞性一部 令局勢加劇 並收責政治主力空間 美國五角大樓下令 2,000美軍會由北加萊萊納州調派到波蘭和德國 而1,000個已經在德國的美軍將會調派到羅馬尼亞支援 同時8,500個軍人如果需要可以隨時調到歐洲 至於俄軍繼續在俄烏邊境部署10萬兵力 並強調無意入針沃蘭 不過美國和北約質疑俄羅斯持續增兵意圖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說 過去幾天見到大約3萬俄軍移向白俄斯 形容是重要舉動 是自冷戰結束後規模最大的軍事動員 俄軍解釋軍隊只是與白俄斯展開聯合軍演 並指責美國總統拜登增兵決定是破壞性和不公義舉動 美國國防部解釋 增兵歐洲的美國人員不會在挖蘭戰鬥 不過強調是確保為盟友提供防衛 認為有必要向俄羅斯總統普京以至全球傳遞重要信息 北約的問題同時是美國的問題 亦是盟國的問題 不過目前仍然未能決定普京是否已經有進一步入針沃蘭的決定 國防部發言人有證實 早前被報章披露向俄羅斯的建議增強 包括與俄國相討裁減核武和導彈設備 提供透明機制 俄軍可以驗證北約羅馬尼亞和寶卡尼亞基地沒有設置任何美國巡航導彈 換取美國可以檢視俄軍兩個基地的導彈 北京東澳將會明天在《自民密報》之下見幕 俄羅斯總統普京會前往北京出席東澳開幕禮 並且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居行峰會 普京預告會重點討論經濟發展 預計兩國會擴大能源和金融合作 習近平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沒有離開過中國 今次普京到訪將會是兩國元首兩年離手自碰頭 普京透過中國官方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 並接受中國官媒書面訪問 普京說兩國有悠久的傳統友誼和信任關係 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新時代 中國穩居俄羅斯貿易夥伴之手 去年雙邊貿易額創達新高1400億美元 中國是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的戰略夥伴 在大多數全球議題上立場一致或非常接近 自去年開始俄羅斯在中國核電站新建發電機組 普京提到兩國正是形成互衛互利的能源聯盟 亦預告今次與習近平會面會全面討論雙邊地區 以及全球的關鍵問題 重點討論經貿合作 形容是萬事俱備 由赫里姆林公官員說兩國將會簽署超過15份合作協議 集中在天然氣項目 亦透露正是研究取道蒙古興建第二條中俄書器管 兩國預計會同時加強金融合作 包括建立金融結算系統消除被單邊制裁的影響 北京冬奧北京時間週五夜晚結幕 多個西方國家表明外交杯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將與多個國際政要出席開幕禮 今次是簡約、安全和精彩的冬奧 冬奧的開幕禮將會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主場館尿茶舉行 到時習近平在場館向國際奧委會視上支持 習近平說 奧運在當前世界百年未見大邊局和世紀疫情下發揮重要而獨特作用 推動全球團結合作 中國籌辦冬奧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 又說世界期待中國,中國已做好準備 另外,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署將會應邀出席北京東奧開幕禮 洪秀署在社交網站表示已經平安抵達北京 並配合嚴格的防疫措施 進入東奧會場,期待奧運勝火的光輝能照耀海涵 被兩岸逐步消除現在的分歧和冷漠 至於中國在動態精靈之下,疫情繼續嚴峻 週三新增39宗確診 而和北京東奧相關人員有55宗個案 北京東奧組委說 週三有750多個和奧運有關人員由機場入境 PCR檢測福檢結果有29人呈陽性 包括13個運動員和隨隊官員 而閉環內PCR檢測福檢結果有26人確診 北京東奧組委重申 涉及奧運人員和相關工作人員都被閉環管理 和社會完全隔絕 疫情消息 香港再多142宗確診 本地佔121宗、31宗原道不明 再創新高,而且遍佈全港各區 初步陽性個案暫時有160宗 同樣是疫情以來的新高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本地個案當中15宗懷疑感染Delta變種病毒 其中2宗不知源頭 患者分別住在蔡雲村、時雨樓 和上水太平村、平二樓 衛生防護中心相信社區有很多傳播鏈 團連飯後出現多個家庭群組 再呼籲市民要避免聚會 至於按任村、聖工會臨戶長者之家 再多一宗個案 只有60個院友需要撤離檢疫 副及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今早在電台上說 原頭不明數字不斷增加 並擴散到不同區域 反映疫情處於上升軌道 亦顯示現時防控措施並不足以應付 並且說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 有機會海嘯式爆發 他建議如果想再提高長者和軟射接種 建議政府提高誘因 例如向接種疫苗的長者豁免軟射收費 額外發放多一個月生果金等等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葉德權呼籲市民把握和珍惜接種時機 華多區出現源頭不明個案 市民無論身處哪一區接種疫苗是保護自己的最佳方法 政府宣布偵察局和部門 會擴大特別上班安排 除提供緊急和必需公共服務和參與防疫抗疫有關人員外 其他政府僱員儘量留在家裡工作 有關安排暫定實行到下星期五 加拿大首都厄太華持續有民眾示威 抗議政府抗制跨警貨車司機打針和其他防疫措施 最新GoFundMe叫停今次運動籌款 直至星期三下午籌得款項已達到1000萬加元 相當於580萬英鎊 並且已向發起人發放大約100萬加元 有官員建議對那個平台作出法律行動 以防止發放更多資金 GoFundMe說目前有12萬人捐款 平台一直有監控籌款活動 以確保現金流向預期的收益人 昨天阿泰華警方說不少捐款來自美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說 其他捐款人留言時聲稱自己位於英國、澳洲和波蘭 加拿大1月15日要求未打針的跨警貨車司機 由美國回到加拿大後必須隔離 為反對政府強制跨警貨車司機打針 阿泰華接續有民眾示威 警方估計上週末有大約15,000名示威者聚集市中心 目前人數已經銳減到大約幾百人 不過多部貨車仍停泊在市中心 至今有3人因為示威活動被檢控 警方正調查25宗涉嫌違法案件 又說目前留下的是一班高度堅定 和高度不穩定的非法示威者 預計示威人數這個周末會再次增加 抗議活動也可能蔓延到其他地方 不排除需要召集軍方協助驅神 再有國家陸續放寬疫情限制 紐西蘭月底開始會分階段放寬入境限制 瑞典計劃下星期解除疫情限制措施 紐西蘭宣布 由這個月底開始分五階段放寬入境限制 逐步重開因為新冠疫情而關閉近兩年的邊境 當局說2月27日開始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以及由澳洲入境的紐西蘭公民 可以豁免入住指定的檢疫設施 只需要居家隔離10天 兩個星期後 範圍中會國大度由其他地方返局的紐西蘭公民 和部分外國技術勞工 4月12日開始 給最多5,000個外國學生和持有臨時簽證人士入境 最遲7月免簽證地區的外國旅客可以進入紐西蘭 到10月 來自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旅客和學生可以勉強制隔離入境 他們需要完成接種疫苗 總理亞德恩強調 民眾在疫情下也應該有正常生活 左部重開邊境能被家庭團聚 和填補國家勞動力缺失 至於瑞典方面下星期會解除防疫措施 瑞典首相安德從預計疫情最嚴重的時刻已經過去 並說隨著民眾接種加強劑 加上絕院水平可控 目前是重開國家的時候 轉一下 英國能源危機未除 能源監管機構Oftium確認 能源價格上限上調54% 相當於693英鎊 意味著平均家庭帳單推高近每年2000英鎊 能源價格上限會在4月生效 預計2200萬個家庭受影響 為減輕納稅人負擔 財商三米城說 大部分家庭4月份 將會獲減免市證稅 A到D級物業 平均獲購150英鎊 額外電費回增200鎊 將會在10月發放 下年4月開始的5年 都會獲發放200英鎊電費回增 《神造新聞》到此 我和老人有介紹 請聯絡Johnson 電話647-629-8281 歡迎經紀合作 嘿 加一條木在廚房裡 用什麼耳機交給我 哎呀 大妻了 死了這次 不行就在裝得 結果怎樣呢 行不行 不行咯 唉 你們別爭啦 找港姓裝飾工程葉師傅 便可以咯 電話是 647-299-6721 有心入學 或者找裝修工作的 香港人 歡迎打來 找我葉師傅 一到冬天 就會想到溫暖的家 一家人齊齊整整 你說是不是幾好呢 初來報道 人生路不熟 未有加拿大工作經驗 要做到銀行按揭 真是有些難度 有些銀行幫不到手之餘 還浪費了時間 搞到一吐氣 銀行不do 很容易 關心你的按揭專家 電話查詢 647-239-0682 電郵 rexatredo.mortgage 回顧這一年 大家歡笑過 大家傷心過 大家輕鬆過 大家擔憂過 無論這一年如何 感激身邊有著大家 新一年繼續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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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